由于节庆和假期集中 每年的岁末年初 都是意大利传统的消费旺季 那面对新一波的疫情 以及疫情影响之下 经济的艰难复苏 当地的商家都有什么样的直观感受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意大利零售业协会发布预测称 疫情削弱了意大利家庭的购买力 与2019年相比 2021年 意大利家庭支出平均将减少 3951欧元 约合28000元人民币 除了疫情防控因素外 原因还包括 意大利国内工作收入减少 通货膨胀 不确定性导致家庭储蓄 远高于疫情前水平等 Gubbio是只基于游戏 2020年是一年 要忘记了 因为我们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事情 已经破坏了 我们都破坏了 但是慢慢地 我们已经破坏了 2021年 真的有一个回事 旅行是意大利节假日的主要活动之一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 目前意大利民众偏爱国内游 意大利酒店协会12月中旬发布的报告表示 新年假期期间 出游人数预计超过1480万 其中超过90%的人选择意大利境内目的地 位于意大利中部的Gubbio是深受意大利国内外游客欢迎的冬季旅行目的地之一 像Gubbio这样的特色小城也就成为不少意大利家庭的首选 据介绍 今年Gubbio的旅游收入 有望恢复到2019年的80%至85% 然而从意大利全国范围看 旅游消费与疫情前水平相差甚远 意大利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意大利旅游支出与2019年相比下降了61.4% 根据意大利酒店联合会的报告 由于外国旅客数量大幅减少 意大利酒店行业今年面临的亏损 预计近100亿欧元 约合720亿元人民币 仍需国家层面的更多支持